高度尖锐 他再这样蹦下去 他这个制度要被推翻 要灭亡 所以这个给地区法要所谓摘帽 也是共产党的一个 临时的让步 一个策略性的 手段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 也就是共产党的 各级干部在文化革命中间 也遭到自己 政权的 打击 残酷打击 这样一个灾难 这样一个灾难 所以我想问一问 我想问一问 就是谁愿意把家庭 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 跟他们学生作谈 他们有人也想提一提 我想谁愿意出来说一说 自己文革的 比较确切的 文革的家庭灾难史 谁愿意说一下 好 后面举手 那位 文革期间的时候 我在这儿上小学还 我父亲那时候呢 跟我爷爷他们呢 都管我牛棚啊 皮箔豆啊 还有我说是戴个大包帽 我记得特别轻重 我小时候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给我也带了一个 我们家整个的都抄家了 你住楼里都给你轰出去 整个的 那些以前 那些四九年以前 参加革命的时候 那是老干部 没有什么老干部 新干部 都给你弄灌牛棚 完了之后呢 我爷爷到五七干校去了 连我父亲都去了 我叔叔还我大 他们都整个都男生了 连我外祖父 到时候那个 那蒙古 到那儿 发配 到那儿整 都走了 完了之后 我们这几个人 小孩都在家里 就是都被关在一起 就这样 文革期间都是这样的 我周围的环境的 都好多了都是 那么所以这位先生呢 讲的他他算比较典型的 这个批刀关牛棚 是吧 其实还没死呢 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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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在文革中间 被迫害致死 是吧 那么就是文化革命 集中暴露了 中国共产党 中国极权制度的 它的黑暗 它的反人性 反人类 还有反民主 反自由 这么一个本性 那么很多人 不要看这个爱整的 是个少数 一亿人已经 已经很多了 很不少 那么他是这个 阻止 阻碍中国社会 进步的 这么一个因素 那么今天很多朋友 到了这个海外 跟朋友聊天 才知道世界 其他地方的人 其他国度的人 比如美国 他们是这样一种生活 是这样一种生活 这样一种教育 这样一种思想 那么在国内 我相信 在座大部分 可能 也就我说错了 对海外知之甚少 有的也知道一些 但是真正知道了解 民众了解自由 了解这个人类文明 但是到了美国之后 到了美国之后 那么 大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寻求一种身份 在寻求身份